在不知道多久以前 這裡據說是兩族人之間的戰場 不知道過了多久以後 這裡成了人家口中的高山明珠 無數旅人嚮往的地方 這趟三天兩夜的野營行程 始於海拔400公尺的地利村 我們沿著台16線一路深入 在穿越了濁水溪與丹大溪的匯流處後 衝上這個刺激的宵門口 進入林道之後 接近120公里的飛鋪狀路段 沿途的景觀就像一幅大自然的畫卷 隨著海拔爬升 這一幅畫卷 也隨著路程 緩慢的展開 在我們準備出發的第三天清晨 陽光終於翻過了冷線 那金黃色塵溪出現的同時 月亮還在另外一邊的天空不願離去 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神秘的氣息 白晝與黑夜的交會 兩個世界的重疊 成就了我們這次旅程中壯美 同時熱淚盈眶的一段篇章 我對這裡最深刻的印象 就由此開始 久違啦 我們今天準備去當大領道 其實今天我早上六點多就起床 這麼早起來 綁了一大堆有的沒的 我們這次的行程呢 主要是三天兩夜 然後我們在上面也已經度過兩個晚上 兩天不洗澡 所以我對此非常的 非常的期待 很久沒有兩天不洗澡了啊 好久不見耶 白火城 師祖為什麼今天會來 一夜白了頭 我補素材 他去年是就去的 重點是他帶了一個新手朋友去 那個新手朋友 因為他沒有車 所以他騎我的車去 一開場你就要講這個是不是 所以 我的拉力有去過 可是我沒有去過 有一點擔心的是我們的路口 他現在路口那邊聽說被挖得亂七八糟的 如果不行的話我們就去俊大吧 反正差一個字而已 俊大跟丹大好像差不多嘛 準備要出發啦 丹大領道 丹大領道 距離開放到現在也經過了兩三年的時間了 其實打從他剛開放的時候我就很想要去了 不過我每次都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沒辦法前往 而這一次 終於痛定思痛 下定決心 排了一趟三天兩夜的野營行程 準備好好的來欣賞 這個每個人去完之後 都一直跟我說真的很漂亮的地方 出發前就有聽說 今年丹大領道的入口處有別於以往 好像有一點難度 不確定我們三個人三台車 到底搞不搞的上去 所以其實直到我們跨上車正式出發的時候 我們都還不確定 今天這趟行程 到底是丹大還是俊大 從普里啟程我們沿著日月潭環潭公路啟程來到水裡 在水裡這邊沒有直接向左轉 而是先向右轉 打算先進市區補給 而說要補給 就一定要好好的來聊一聊這一趟 三天兩夜的前置作業 因為這趟大部分的路段都是高海拔 加上廢鋪狀的路段 所以在裝備上盡力的輕量化 不過因為要拍影片 所以最後累積起來還是載了一坨拉庫啦 從丹道入口到七彩湖 單趟里程超過55公里 來回超過110公里 油量在一開始我覺得是需要比較注意的啦 而目前距離丹大領道入口處最近的加油站 就是中油的水裡站 離孫海橋大約24公里 所以在出發前 我們來到水裡 把油加滿 加滿油之後順便把里程歸零 這一趟也想說順便紀錄一下整段零道 我們騎乘了多長的距離 接著就是食材的問題了 三個人騎摩托車三天兩夜 除了要吃得飽 最重要的是還要考慮食材的保存問題 所以這一趟我們除了冷凍的肉品 剩下的就簡單解決 在全聯買了幾包泡麵 加上哈哥特製的料理包 應該是不至於會餓肚子啊 在全聯補給完之後 時間也來到了接近11點 直到此刻 我們才有正式出發的那種感覺 台16線 始於民間鄉 終點位於河流坪 全長超過40公里 在公路總絕規劃裡 除了已經修建好我們所熟知的三條北中南橫之外 台16線 原本預計是一條橫跨中央山脈東西巷的橫貫公路 這條橫貫公路起點從民間鄉經過河流坪 再由孫海橋接到單大領道 再從七彩湖附近穿越中央山脈 接上東部的萬榮領道 最後抵達花蓮的鳳林鄉 然而這一條現在看起來不可能的路廊 在那個人定勝天的年代中 原本和這條台16線 一同被規劃成橫貫公路的 還有之前去的木古木魚 台14線東段 物色同門線 以及台18線新中橫 所以這一次 我們除了探訪單大領道以及七彩湖 另外一方面 也算是踏上了 尋找消失了台16線的旅程了吧 如果你沿著台16線騎乘 那除了水里市區 離開了台21和台16的貢獻路段之後 陸服會從原本的雙線道 變成只剩下單線道 可能是因為在台16沿線 有幾個原鄉部落 每天都有人車通行 所以雖然陸服變窄了 但是這路況 真的比我想像中的好很多啦 而右手邊 則是不管你什麼時候來 永遠都只會看到混濁溪水的 佐水溪 沿著佐水溪的上游前進 我們騎了將近20分鐘 來到了明和明隧道 這裡瞬間覺得 越往三里走 就越是另外一個世界 除了公路從原本狹窄的單線道 變成了寬敞的雙線道 佐水溪盤的景觀 在這邊 也突然變得豁然開朗了起來 接著我們來到了這個 我覺得名字取得 村如其名的地方 蒂立村 在台16線上 有三個原鄉部落 分別是 仁和村 雙龍村 以及這個海拔接近400公尺的蒂立村 蒂立村 蒂立村坐落在佐水溪上游 北岸的河街台地上 舊名 達馬鑾 這裡的居民大多是布農族人 從進部落前的各種石雕 以及異象壁畫 就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而達馬鑾 在布農族語中的意思是 公雞 傳說在古時 居民剛遷徙到這邊的時候 曾經流行過虐疾 後來說是出現了一隻大公雞 專師資深虐疾病原的虐蚊 也因為這隻公雞 才脫離險境 所以現在在蒂立村口 還可以看到有公雞的雕像 而來到了蒂立 我們首先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這邊申請陸山 既然決定要去當大之後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申請陸山 因為目前是有管制的 那要申請陸山證呢 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從網路上申請 像我們這次就是透過網路上去警政署 提交你的計畫書之後 它就會通過 然後你就可以拿到一個陸山證 因為網路申請好像要提前三天 那如果你真的來不及的話呢 在蒂立村的清雲派出所 這裡也是可以申請的 那像老巨白呢 大忙人 他現在進去申請了 那我們現在就等他一下 申請完陸山證之後 我們接著啟程 台16線到了這邊 我覺得算是一個分界點 除了路標上 會變成台16029便道 從這開始的路況 也會越來越糟糕 從蒂立村出發之後 這時候你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 為什麼接下來這條路 會從原本的台16線 降編為029便道 讓我印象深刻就是這路幅 比剛剛還要窄 窄到甚至我們騎過很多的產業道路 都比它寬敞 路邊越來越多碎石以及落葉 左邊也會開始出現裸露的山體 開始很有要探險的感覺啦 從水里市區開始的這一段路 我們先經過仁和村 接著是剛剛申請陸山的地立村 身為一位可能有著地名強迫症的患者 其實我一直有一個疑問就是 怎麼只有地立還有人和 天時呢 天時到底底都無一 這個疑問 直到騎到一半的時候 我看到路邊 這個應該是引主自己取的天時農莊 我這強迫症才終於被滿足啦 天時 地立 人和 月期 心中也越來越期待接下來的冒險 從地立出發在騎了將近20分鐘之後 我們來到了台16的終點 河流坪 這裡也是我們這趟旅程中 公路的盡頭 接下來我們也準備進入非鋪裝路面了 目前進入丹大林道唯一的入口處 是位於丹大溪與濁水溪的匯流處 1957年 為了方便進入中央山脈的原始森林伐木 當時的伐木業者 孫海 在這裡興建了這座孫海橋 2004年 因為敏都立颱風引起了七二水災 使得濁水溪暴漲 孫海橋橋面被沖毀 所以目前只剩下橋墩 後來曾經一度修建了摩托車可以通行的丹大吊橋 不過才隔不到五年的時間 2008年丹大吊橋 由因為新勒克颱風而損毀 用多災多難來形容它 再適合不過了 而在孫海橋旁邊 則是丹大林道的入口處 據哈哥所說 去年它來的時候 這入口處 路頻頻 閉著眼睛都可以騎下去 而今年的入口處 則是有別於前幾年 挖成一個看來像剛山崩完的樣子 至於誰挖的 這邊就不多贅述了 反正大家只需要知道 在河流頻 就算是枯水旗 一樣水很深啦 下得去嗎 那邊有一坎太大坎了 這邊的土石鬆軟到不行 根本就算是一個沙坡了 下去探一探的時候 林用走的 都差點摔個狗吃屎 結果騎車沒有倒 然後走路摔倒 我先騎150看看 幸好這次真正騎了小阿福 所以可以先用阿福 來試一下水溫 阿福 重量輕的阿福下這個坡完全沒難度 比較讓我擔心的是我和哈格爾拉莉啦 這一趟因為還在了露營裝備 所以講認真的 除了這個坡很抖 我的內心也很抖 好我直接下去 其實我想要直接溜下去 可是我沒有十足的信心 好我直接下去 好我直接下去 最後做好了可能會蓋棉被的心理建設之後 就直接溜下去了 下到西床之後 接著就是簡單的聊K 不過到了這邊 其實我們也沒有多開心啦 因為在河床的另外一邊 則是抖了到不行的上坡 汽車 只能用腳盤上 摩托車 技術好的 就用騎的 會擔心倒車摔車的 就用牽的 這個就是今年大家口中說的 單打校門口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個坡度有多抖 但是以我們之前去騎硬耐力的經驗來看 應該 還算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一樣從小阿福開始 先稍微試一下路線 單打還是俊大 就看這時候了 雖然路線偏掉了 騎到整台差點翻過去 但是在騎阿福衝的時候 我大概就知道 這個坡我應該是OK的啦 所以接著就換拉力了 叫他出發 你安 vulnerability 叫我 到現在 找他 差不多 了 要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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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這時候我真的就很慶幸 之前去騎了很多次零到硬耐力 雖然說這個姿勢真的沒有那麼好看 一眼就知道還是很菜 但是如果以以前的狀況來看 通常看到這個坡 我們大概連試都不會想要試 就直接俊大爾啦 所以啦 在把拉力騎上這個坡之後 成就感滿點 接著就換哈格爾拉力了 不用了 你看我衝過來了 對啊人真好 配合一下嘛 哈哈哈哈 我衝點早呢 可能要點點啦 對啦 感謝你頂我 對對對 把三台車都搞上來之後 終於啊 我們來到了 單大領導的起點了 衝上校門口之後 時間也已經超過一點了 這時候就深深的感覺到 這一趟選擇三天兩夜的行程 真的非常的正確 如同剛剛說的 通往七彩湖的單大領導 單趟的里程超過50公里 衝上校門口之後 接下來的路況 可以騎得非常輕鬆 如果是兩天一夜的話 受限於時間 今天搭贏 明天馬上又要拔贏了 我覺得真的會很趕啦 所以這邊我也非常建議大家 如果之後你想要前往七彩湖 時間允許的話 最好就是來一個超過三天的行程 慢慢玩 慢慢看 好好享受這一條 台灣目前車輛可通行的 最長領導 在這裡的橋叫孫海橋 而在這裡的領導 單大領導 或者你要叫他 孫海領導 也是沒問題的 在台灣眾多領導中 唯一以人民命名的領導 當年孫海先生標下了 單大領班的伐木權 其中的附帶條件 就是在領班地裡面 開拓超過60公里的領導 一開始他獨資僱用了超過3000人 提供他們時速 開闢了這條領導 只用了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 就完成了鋪設 接著就展開了長達17年的伐木作業 而會說這條領導 是一條不存在地圖上的領導 則要從山林解禁的這個政策開始說起 2019年行政院宣布山林解禁政策 推動山林開放 林務局也因為這項政策 開始盤點全台的領導 結果最後發現這條單大領導 早在2004年 因為敏都立颱風 造成孫海橋中斷之後 就被林務局宣布改為步道 也因為這樣 這條領導在2022年 超級突然的開放了 前一個禮拜才聽到風聲說可能會開放 欸 結果隔天就開放了 甚至都不到一天的時間 所以其實在那時候 我們原本就想說要直接前往 但是因為時間的因素 遲遲沒有啟程 直到今年才出發 而這次行駛在這條領導中 我們也可以隨著路程慢慢的看到 孫海領導 從過去到現在的故事 而這才剛騎不到10分鐘 前4.5K的里程 我就覺得真的超級難騎了 原因是因為真的載了太多的東西 加上剛剛在衝校門口那陡坡的時候 卸了胎壓 結果出發的時候忘記打 所以我們打算在二分鎖這裡 幫輪胎打個氣 結果在這邊遇到了三位越野前輩 告別了三位前輩 我們也繼續我們的旅程 出發之後 首先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今天這粉到不行的路況 看到路面邊緣大量的落石 就可以知道丹大領導這個區域 地質脆弱 沿途破碎 可能一點點降雨或是地震 大量的土石就會從山壁上崩塌下來 而如果沒有雨 這乾燥到不行的領導 就會像現在這個樣子 看看我的表情 多麼的猙獰啊 騎在隊伍的最後方 真的就是名副騎士的吃土吃到飽 從二分鎖出發之後不到三分鐘 封鏡上已經沾了滿滿的沙塵 戴上去眼睛雖然會變得比較舒服 但是整個世界就會變得霧萌萌的 而不戴上去 噢這眼睛真的會睜不開 明明剛剛還很帥的衝上校門口坡 但此時此刻 車衣車庫看起來 已經像是騎了三天三夜一樣 從二分鎖開始 我們也進入了整條丹大領導的下一個階段 相信不用我說應該也看得出來 沿線的地質也越來越破碎 道路兩邊是滿滿崩塌的落石 在接下來的20K 差不多都會是這樣的路況 而雖然現在我們身處的海拔還不是很高 不過從領導上 往遠方的山眺望 視野超棒 完全不會被遮擋住 所以來到這裡已經可以慢慢的感受到 為什麼大家都說這條領導 一定要前往了 但也就是因為右手邊沒有任何的遮蔽物 變相來說 有幾個路段 你會覺得你就像是騎在懸崖旁邊 聽起來好像很恐怖 但實際踏上這條領導之後 徹徹明顯 路面也被壓得很平了 所以其實我們在一路上 騎的真的很享受 如果真要我說 在整條丹大 壓迫感最強烈的一段路 那一定就是這個大約在16-17K的天馬灣 各位現在在我眼前的這個呢 這一片 繃避 這叫天馬灣 剛開放的時候這邊好像 滿恐怖的 因為那時候的路基就只有一條而已 然後呢 重點是你右邊就是 萬丈深淵 直打我不知道哪裡 可能直打我家了 那上面也很高 原諒我這邊拍不到 因為我覺得有點危險 速度通過就好了啦 這段路 右手邊可以直接看到溪谷 高度落差應該超過500公尺 左手邊 則是高度不知道多少的大崩壁 路面上還有從崩壁上掉下來的落石 騎過去的時候 當下的心裡想的就只有一件事 希望不要有石頭掉下來啦 從4.5K開始 一路持續到21K 超過16公里的路段 都是這樣的路面 相比前幾年的路況 今年的路況 已經算是特別好了 除了零到目前只能原路來回之外 21K 其實連我們這一趟目的地的一半都還沒有到 所以如果沒有零到經驗 但是想要前往的朋友們 體力 我覺得是比較需要注意的一點 在過了21K這兩台挖土機之後 周圍的植物 也開始變得有那麼一點點不一樣 慢慢的開始出現真夜靈 哈哥還停了下來跟我們說 從這邊開始會越來越漂亮 不過在這裡 我們也看到了 丹大靈道中的那一點憂愁 經過二分鎖三分鎖 在騎了將近一個小時之後 周圍會開始出現柵欄 這應該就是過去傳說中原本的菜圓 按照靈業規定在砍完樹之後 接著要做的就是造靈 然後等待數十年後的再次循環 木頭 畢竟不是取之不盡嘛 當年丹大靈道修建完成開始伐木之後 資源也逐漸匮乏 孫海先生在這時候把造靈地轉租給高麗菜農 從此進入了循環週期更短的模式 開始種菜 這些伐木後留下的土地 大都變成了高山高麗菜 果園 甚至是農場 如同目前柵欄圍起來的這個區域 原本應該是滿滿的高麗菜吧 來到了六分鎖 當天的天氣真的很好 在孫海橋那邊搞了超過半個小時 早就渴到不行了 所以在到了六分鎖之後 馬上就到旁邊的水龍頭取水喝了 六分鎖 那個停機品 然後那邊有一顆櫻花 然後我們現在這邊呢 這裡有一個這個水龍頭 從來沒覺得有水有這麼好喝過 然後還很冰很爽 結果我們喝一喝到時候你影片出來 然後人家跟你說這個水是從哪裡來的 六分鎖畫糞池 哈哈哈哈 六分鎖是台電的保線鎖 在步行的山遊口中 則是豪華山屋 在深山有一棟房子可以睡飽 真的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了啦 而六分鎖對面則是這個停機坪 方便從山下更快速的運送物資上山 在這裡我們沒有待很久 取完水就整裝 繼續出發了 從六分鎖出發的時間已經接近下午2點 過了中午 我們都還沒有吃午餐 所以接下來我們打算到31K的水源處 在那邊悠哉的吃午餐 其實第一天的行程 對我們來說真的蠻感的 如同往常一樣 在這趟的行程 我們真的沒有規劃任何行程 也沒有說騎到哪裡要休息 唯有的 就是隨便騎隨便停 而除了煮午餐之外 我們也必須要在這騎乘過程中 順便找到我們今晚即將搭帳的營地 因為路況真的蠻好的 所以即使我們進0道的時間晚了 但是來到31K的時候 也才不到3點 算是真的蠻順利的啦 還是取完水然後上去煮喔 那也是往下騎然後找空地煮就好 還是旁邊的空地煮一煮就好 你就這邊嗎 就是再往下騎 那就直接到海邊吃掉啦 喔好 到了取水點原本打算在這邊午餐 但是因為這裡的人比較多 剛剛在6分鎖 也把今天晚上會用到的水取完了 所以我們決定先繼續往下走 再看看路邊有沒有什麼空地可以煮午餐 雖然說從地在Action4的畫面上看 這路況幾乎都一樣 不過過了31K水源處之後 周圍的路況如同哈哥跟我說的 過了6分鎖之後 我們會有一種開始進入森林的感覺 沿途少了很多破碎的地形 多了綠意盎然 所以騎乘到這邊 反而有一種熟悉的Fu 從31K我們騎到了36.5K 這裡等待著我們的 則是這孫海招待所 那個黃豪雕是不是 那個還好 是嗎 不知道後面有熊 下面剛剛有人說有看到熊 其實我蠻想要看到熊的 可是呢 就看就好了 他不要來追我 然後我們就我們就這樣保持著完美的距離 這樣就好了 那因為這個這條單大領道呢 以前是有這個 孫海 很像是公司 專門就是他跟政府 乘出土地 從這條單大領道 然後進去裡面伐木 再把木頭運輸出去 所以呢 這裡的招待所呢 顧名思義 就叫孫海招待所 已經很久沒有人住了 對很久沒有人被招待了 這間有塊木搭建而成的招待所 目前外觀上看去還算良好啦 從這門入口處的上方 還可以看到當年孫海創辦的正倉木業 而這一間現在看起來像廢墟的建築物 在裡面 看得出來在過去 生活所需 以應俱全 所以真的有人會睡在這裡 真的有人會睡在這裡面就對了 對 就是像登山的上面 這也是榻榻米的 它是不是榻榻米 那其實這個可以睡蠻多人的 對 如果 可是晚上這邊也都沒事吧 其實老實說如果天氣不好的話 我會進來睡 喔對啦 下雨或什麼之類的 天氣如果真的不好的話 我會進來睡 對 那裡面還有廚房是不是 我看一看 好啊 來這邊有 它是很像那個 廚房那一種 孫海招待所 所以這以前孫海拿來招待別人的 我跟孫海不大熟 所以 應該是吧 那為什麼要取名叫孫海招待所 是他蓋的就對了 孫海招待所的對面 是全台灣海拔最高的佛教寺廟 海天寺 所以在離開了這裡之後 一定要去對面拜拜一下的 在這裡 舉頭2000公尺有神明 作為全台灣海拔最高廟宇的海天寺 裡面供奉的是地藏王 觀音還有媽祖 同時 這裡也是所有在鄰區裡工作的人 以及台電人員的精神依托 來到這裡還是拜拜一下 希望我們接下來在這裡的兩天野營可以順利 我覺得 不管是這裡的孫海招待所還是海天寺 其實 從這兩棟建築物的外觀 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都很斑駁了 他們 也算是見證了過去台灣伐木業的繁榮了 拜拜玩 時間也來到了超過2點半 我們離開海天寺 繼續往下走 而這剛離開海天寺 我們也算來到了主線接近37K的終點 接下來等待著我們的 就是這兩條支線的起點 在這裡的右手邊 會通往我們預定的目的地 七彩湖 而左手邊 則是可以通往卡瑟西 之後有機會的話 我們會再找時間前往 這一趟主要還是以七彩湖為主啦 我覺得支線和主線最不同的一點就是 在支線上 身體感受到的溫度 騎乘起來的路況 以及眼睛所看到 林道的兩側 也有著像是著色和俊大林道的林象 落葉鋪陳的紅地毯 真的讓我差點以為 我們現在就身處在這兩段林道裡面 經過孫海招待所和海天寺 海拔又開始攀升 從路口處一路騎乘到現在 其實我們也才剛過預定路線的一半 出發之前其實也有很多人有私訊我說 他們覺得騎在單大林道上 感覺自己騎了好久好久 有一種永遠都到不了目的地的感覺 不過騎到現在 其實對我們來說 完全沒有這種感覺啦 除了在天馬灣那邊 騎到很怕落石掉下來之外 其餘的路段 騎的真的很放鬆 甚至還會希望這條林道可以再長一點 雖然在台灣 沒有那種超過500公里的飛鋪裝路面可以騎 但這一路從路口到現在 還是給了我一種在森林裡長途旅行的感覺 隨著路程繼續 我們離天空也越來越近 從支線開始 我們也準備開始尋找我們今晚準備過夜的營地了 因為哈哥前兩次來 都是直接騎到七彩湖 接著搭在七彩湖旁邊的七彩湖營地 海拔3000公尺 風也會比較大 加上人多的時候 就跟在菜市場一樣 所以這趟我們出發的時候 雖然沒有計劃要搭在哪裡 但是有一個共識就是 絕對不去七彩湖營地紮營 看能不能在支線上找一塊空地 然後直接野起來 對啊 還蠻漂亮的 現在在 沒有 完全沒風耶 那是現在啊 那如果怕風大的話可以 旁邊 我們再走一段吧 對啊 再走一段 沒有的話就回來這裡吧 沒有的話就回來這裡吧 騎在林道上 沿途其實有蠻多塊我們覺得很ok的營地 不過每次看到一塊我們就會說 不然就再往下走好了 找營地這件事嘛 會很貪心的 下一個看看 下一個看看 反正如果下一個不ok的話 我們就再回頭就好了 所以我們就這樣 從支線大約1.5K 一路下一個 直到7.5K 後來覺得如果再這樣下一個下去 可能都到花蓮萬榮鄉了 我們都還沒有辦法紮營 所以最後沿著路徑 來到了一塊在支線旁邊的超大空地 打算 就把準備陪伴我們兩個晚上的帳篷 打在這邊 好漂亮耶 上面那邊 我們跟雲一樣高耶 好酷喔 對啊 剛剛在這裡而已喔 對啊 好酷喔 我們現在來到了我們營地了 哇 搭起來非常的帥啊 這次哈哥帶了印地安葬 他就沒有鋪地布 他帶那個行軍床 所以他就直接睡在裡面 然後我們帶了 達哥的這個 陰火部落 Campfire 帳篷 然後再搭一個天幕 陰神不夠 所以用拉力 當大的今天的天氣啊 真的超好的 兩聲音樂 然後再說 - 嗯?你剛加的那個是什麼東西? - 扇薯嗎? 大家先吃 6點24分 欸!我們這次算弄得蠻早就好了 對啊!因為我們以前好像都是八、九點才會開始煮 煮個泡麵先墊墊味 準備來吃一下滿漢全喜 舒服!我剛才只把三桶號耳根拔掉而已 也沒有洗就直接丟進去煮 然後現在煮完超香 整個這個印第安葬裡面超暖和超爽 我現在走出來這邊 就會很冷 進來又會很冷 出來又會有點冷 舒服喔! 我突然覺得一早上的厭世到現在全部都非常值得了 現在外面的天色已經暗了 我們剛剛吃完了泡麵 準備要去睡覺了 吃完泡麵之後現在還沒七點 然後準備要去睡覺 沒有啦! 我們吃完了這個泡麵之後呢 今天我們跟老橘白出來想當然的 大家期待已久的料理呢 今天當然一定有 只有期待已久的料理包 期待已久的料理包 今天晚上我們順便再吃一個這個叫 什麼?你說叫什麼? 湯咖哩烏龍麵 湯咖哩烏龍麵 為什麼湯要擺在前面? 因為它是有咖哩的味道 但是它是和風的湯底 然後它吃起來是像湯麵 但帶一點稠度不會像乾硬的稠 不愧是死地分走欸 什麼東西 食神歸位 今天我們從埔里出發 一路來到丹大領道支線8K附近的影地扎營 行程安排了三天 所以第一天 我們連搭帳篷 都搭得非常愜意 而這一晚在吃飽喝足之後 時間可能不到8點 我就進帳篷 然後不小心睡著了 因為前一天睡得早 所以隔一天的時間還不到4點 我就起床了 而這一趟旅程中 讓我感動的其中一個時刻 就是第二天早上起床後 太陽逐漸升起了那半小時 雖然很冷 但是心裡真的很激動 除了景色優美的關係之外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因為 我竟然起了來 今天是我們來到丹大爾的第二天 過了一個晚上之後呢 昨天晚上說實話 我個人是睡得非常好 其實我原本預計 我的睡眠品質應該是會蠻糟的 因為上面就很冷 我的睡袋 睡墊R值只有1.5而已 甚至都不到2 然後我的睡袋呢 舒適溫度5度 可是呢 我要很感謝老天爺 因為昨天呢 其實晚上並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冷 但是其他兩位呢 可能是被我吵到已經睡不著了 而且又加上啊 我們昨天從下面騎上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騎的速度 一路上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停 海拔上升太快了 所以 陣陣還有哈哥呢 兩個 躺下來的時候 胸悶 沒辦法呼吸 我自己是還好啦 不過他們兩個就是 不太舒服 本來想說看能不能拍到蛋黃起來的那種感覺 這一次我做到了 我起來了 可是呢還是沒有蛋黃 Anyway 反正呢今天我們的行程呢 大概就是我們會把營地留在這邊 我們不會拔營 我們一行人 三人呢 就出發往七彩湖 據說 里程時間 好像30分鐘 40分鐘 就可以到了 所以我其實還蠻期待今天的行程的 因為七彩湖呢 畢竟就是一個 你來到丹大領道的一個目標 里程碑吧我覺得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先來吃一下早餐 好 折下去 好 折下去 刻下去 你現在看到的是一位高山症患者在吃早餐 在營地簡單吃了一下老橘白的牛肉三明治當早餐 接著稍微整理營地之後 我們準備從支線7.5K 急於前進 而我覺得 從這裡開始 也是整條丹大林道 沿線風景的精華路段 從營地出發 印入眼簾的 是由各種巨大的樹木所組成的森林 往前騎不到10分鐘 我們會來到分別在單大領道支線上的三個山洞 在山遊口中 這三個山洞 有個洞如其名的名稱 水管洞 這幾個水管洞的長度都不長 一早奇進洞裡還可以感受到一股良意 而在過了第一個山洞之後 接著就是一片規模蠻大的崩壁 據勞局白所說 從去年他第一次來到這邊之後 接下來的每一次來 沿途的路況 景觀 每一次都會變得不一樣 上次來不是這樣喔 上次來不是這樣喔 很壯觀耶 這感覺就快要走下來了 對啊 原本路況很好的路段 路上會莫名出現很多坑坑巴巴的凹洞 不然就是山壁上掉下的落石 會形成一個小坡 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會這麼喜歡騎乘林道的其中一點啦 雖然說去了目的地 可能是同一個地方 但是路況 隨時都在變化 真的很有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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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從右邊應該就是往七彩湖啦 然後從左邊好像就是台電招待所吧 出發大約20分鐘之後 我們來到了支線13K的一個岔路口 這裡往右是我們的目的地七彩湖 往左則是台電招待所 這邊我們決定先往七彩湖去 回塵的時候再去招待所 而在過了13K的岔路口後 在這邊可以放慢步調 因為在到了14K前的左手邊 有一塊簡單的花蓮南投線界標示 一定要和他好好留個影的 第一次騎著林道從南投一路騎到花蓮 這種感覺對我們來說真的很新奇 雖然說距離花蓮四驅還要好好長一大段 但是已經很滿足了啦 同時來到14K也代表著 我們離七彩湖不遠了 而如果要我選出在過了水管洞之後 最美的一段路的話 那我想我一定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在過了14K後的這一段 沿途只有一兩顆高大的樹木 視野很好 其他這裡甚至可以回望我們剛剛上山的路線 整段路線就像階梯一樣 逐步引領我們朝山頂的方向前進 沿著支線繼續前進 其實我覺得從昨天0K出發 騎過主線的36K 再到現在支線超過14K 沿途超過95%的路況 真的非常好 完全沒有那種需要人下來推測的情況 時速也都可以維持在30-40之間 只是這主線超過36K 加上支線接近20K的路程 對於很多人來說 應該是會覺得很長啦 而對於我們來說 反正剛好要拍影片 也不趕時間 所以其實這一整路 我們幾乎走走停停 完全沒有什麼疲累感 所以如果下次你前往丹大領道 騎到覺得 啊真的好長或是好累 相信我 停下來在路邊看個風景放鬆一下 瞬間就不會覺得累了 在到了支線的鏡頭 首先你會看到左手邊出現一大片營地 而在這營地旁邊 就是這次的主角啦 七彩湖 七彩湖是中央山脈上最高的湖泊 海拔大約2900公尺 水深據說有10公尺 過去因為常有水陸聚集 所以也有陸池 陸湖的稱號 同時這裡作為布農族單色群的傳統領域 過去曾經和太魯閣族 七彩斑斬的絢麗採光 水命名為七彩湖 現在時間10點半 我們今天早上呢 從幾點出發的 其實我有點忘了 現在在我身後的這個呢 就叫七彩湖 就是這裡其實也算是每一個 來到單大約騎士 或者是來登山健行的朋友 一個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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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里程碑 因為最近雨下比較少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湖面呢 呃明顯面積有稍微小了一點 那我是覺得這並不妨礙它的美 因為重點是呢 這裡旁邊的景色全部都是高山 就是很低矮的植物 所以其實呢這個視野非常的遼闊 非常的好 從我們站營的地方騎過來的時候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一點就是 我們會從南投縣 進入花蓮縣 那那邊還有一個縣戒盃 非常的帥 一進入花蓮的時候呢 其實我的內心非常的澎湃啊 這大概是唯一一條 可以騎到花蓮的 而且還深入花蓮這麼遠的 領到了 就是飛鋪裝路面 所以這騎乘的這一路上呢 我的心情是非常的雀躍 非常的開心的 看到這一路上 哇這麼美麗的風景 讓我覺得呢 就算感冒呢 來到這邊我也非常的值得 那這個七彩湖呢 很多人好像都推薦來說 要看日出還有日落 那因為我們今天早上 其實原本的計畫 就是要來這邊拍日出啦 那我是有起來的 但是呢 因為他們兩個身體不舒服 所以到這邊的時間呢 大概是九點半十點 那沒關係 因為我們這次的行程呢 是三天兩夜 非常的幸福 我覺得三天兩夜 真的是野營露營 一個很棒的天數 第一天通常都是 你會搭的比較 比較趕一點啦 那我覺得如果第二天呢 就要走的話呢 我覺得是稍嫌可惜的 那三天兩夜呢 我覺得就可以讓你衝衝的來 衝容的走 所以這個七彩湖的日出呢 我們就決定明天早上 應該四點 四點半 再過來看 應該是非常的漂亮 現在先給大家 賞個大太陽的時候的樣子 是藍色的 稍微拍個照 我們繼續往支線前進 因為在七彩湖過後 還有一個 我覺得也算是很特別的景點 光滑附彈碑 其實在過了支線14K之後 在我覺得整段支線風景最好的那一個路段 遠遠望去 就可以看到很多電塔 而這些電塔 一共有196座 像烽火台一樣 綿延了整整超過72公里 橫跨海拔超過2900公尺的崇山峻里 這些電塔的工作 就是從明潭和大觀發電廠 把電力輸送到花蓮鳳林的超高壓便電所 所以這條書電路線 也被稱為 新東西書電線路 這塊光滑附彈碑 就是在這條書電線路完工之後所興建的 而既然叫新東西書電線路 那就代表著還有一條舊的書電線路 而這另一條 就是我們之前去過長45公里 位於花蓮同門村的能高月嶺古道 上面同樣也有和光滑附彈類似的石碑 寫著光丕八表 立譜名聲 這八個字 離開了光滑附彈碑 時間來到接近下午 還沒吃午餐 所以我們決定 先往三下棋 找地點煮午餐 而從七彩虎往三下棋的這段路 我覺得整條林道給我的感覺又不一樣了 上山的時候我們背對著群山 下山的時候 我們則是面向著群山一路往下 打算繞去有著六星級山屋稱號的 台電招待所看看 台電招待所 在台電招待所我們沒有待很久 反倒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我們很想要做 昨天騎了一整天 睡了一晚之後 今天又騎了超過半天的時間 我現在整個人可以說是棚頭夠面的 所以接下來我們打算先下山 回到主線的31K取水點 到那邊稍微洗個臉舒服一下 順便也把今天晚上要喝的水也裝一裝 到 Us 到?到 earnings 是這個了吧 腳要舉起來喔 是這個人了吧 非常感謝山神在這邊 有一處這個火水源 我們都叫這是大自然的馈陣 很讚 把臉擦了一下 脖子擦了一下 這邊啊我覺得 滿血復活 我們這幾天出來當野人 真的很野 擦完之後那個毛巾上面 全部都是黑色的 不過擦完之後呢 現在精神超好 你的高山症應該好了吧 我們現在好多了 然後這邊稍微洗了個臉之後呢 現在精神好多了 所以我們在煮咖啡 好專業喔 沒有啊 亂沖啊 我也不知道怎麼沖好喝欸 隨便亂沖就好了 反正我也喝不出來啊 以這杯咖啡敬各位 我覺得咖啡啊 就是不管在哪裡啊 你都會覺得很好喝 在我家旁邊也很好喝 在山上也很好喝 在露營的時候也很好喝 在野營的時候也很好喝 在溪邊洗臉的時候也超好喝的 很讚 先洗一下好了 喔好 稍微點這樣 那個要不要我一起裝 好 哇好棒喔 好啦各位喝完咖啡 穿上外套 準備呢怎麼樣 嘖 返回我們的營地 主晚餐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騎摩托車野營真的會非常克難 對我也是這樣覺得 但是說實話 克難歸克難啦 我覺得這趟旅程中 最好玩的一點 就是在去取水點的時候 一是騎車野營就一定要面對沒有水的這個問題 總不可能在孫海橋的時候就杯個快10公升的水重波嘛 尤其這趟又是三天兩夜的行程 二是 野營就不像露營區 有浴室有熱水可以洗澡 所以啊 在到了取水點之後 哪怕這三泉水超冰的 我當下還是超想要直接整個人跳下去玩水 但後來想一想 今晚的會飯可能還要靠這一池 還是算了吧 總而言之 這一趟在我心中 我真切的感受到 野營真的可以讓一個人變得很知足 在這裡簡單取個水 用毛巾擦個臉之後 我們三個人直接滿血復活 高山陣的都不高山陣的呢 取完水後 接著就準備晚餐啦 那 才能用 水路要來了 看起來要軟軟 才會有味道 今天晚上吃的是 茄汁牛肉烏飯 今天我們晚餐呢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櫛瓜 從埔里跟著我們一起上來 他放在我後背包裡面 可以說我的騎乘技術很好呢 還是騎乘技術很爛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現在已經變成了這副德性了 野營時候的黑暗料理來了 即時週加這個 乳吧 沒有我想要讓湯變格格的啊 因為我們今天是配飯不是配麵啊 反正我今天肚子很餓啦 應該可以 萬德佛 吃飯 那個 吃飯先生快點 你先啊 你煮的你先 哇我們今天晚餐 咖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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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咖哩 咖哩 咖哩 牛肉烏飯 不是咖哩 就是牛肉烏飯 牛肉烏飯 牛肉烏飯 各位 這就是晚餐啦好不好 蝦仁干貝海鮮牛肉烏飯 雖然我沒看到 蝦仁干貝海鮮 對 其實我們還加了海鮮粥啦 哈哈哈 開動 早上的 5點鐘 我們4點就起來弄了 整理完了之後呢 現在準備 直衝西彩虎 月亮還在那邊 好感動喔 那邊太陽的光已經出來了 月亮還在那邊 第三天一早 我要承認 是因為真的太冷了 我才騎得來 而這才剛起床 我就真的非常激動 太陽準備升起 月亮還高掛在另外一頭 看得眼淚都快掉下來了 其實說真的 這一趟我們真的解鎖了很多成就 三天不洗澡啦 麒麟道騎到花蓮啦 還有現在的早上5點 麒麟道 在圍光中騎行 直到破曉的曙光 灑滿整片大地 這途中 其實我只擔心一件事 我們 我們 到底會不會錯過日出 幸好到七彩虎的時候 太陽已經升起了 不過還不算太遲啦 在七彩虎旁邊 還有一個叫做 差大約500公尺 而既然在這個時間點來到這裡 我們決定 沿著山徑往下走 到七彩虎畔 不過其實看到這坡度 說真的 沒什麼信心啦 那天剛好遇到一群山友 問了他們往下走要多久 得到的回答是 5分鐘 看來爬山的山友 跟越野車友一樣 都很幽默啦 此行 最終目的 其實從這個單大主線上面 往這個七彩虎看的時候 那個距離實在是有點遠 下千呢 我覺得可能有 超過50公尺吧 但是我還是一無反顧 決定往下走 你說從單大主線上面 往下走是一個問題嗎 我覺得倒是還好 比較大的問題是 因為我們這一趟來 我為求輕便 我只有帶一雙拖鞋 然後 平常在走路呢 我都穿我的 LIT 5.5 所以現在這個LIT 5.5呢 陪伴我走路 那如果你穿過LIT 5.5 你應該就知道 真的很難走 那個腳踝呢 完完全全動不了 所以我現在走的 其實有點 稍閒的痛苦 不過 為了這個七彩虎呢 我還是 我還是決定要給它走 走到底 這等一下要怎麼上來啊 這個 我這個要小心 我比較擔心這一段 等一下要怎麼上去 我在拉你 哈 哇 你這時候穿登山靴的 優勢就出來了 那是靴 對啊 好厲害哦 我們已經快要到平地 應該吧 它看起來很遠 走了應該五分鐘了吧 離這個湖面呢 也越來越近了 往下看呢 其實它還蠻大的 各位 我們走到湖邊了 稍微喝倒木 不是啊 你看 一走下來也看到垃圾啊 現在在我身後的 就是七彩虎 我覺得走下來看 它的顏色又長得 完全不一樣了 可是不得不說 真的有點喘 再往上走 大概500公尺 有另外一個叫做 魅池的地方 剛剛一走下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在陰影處 所以其實有點冷 一旦走到這個陽光處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 好溫暖哦 搭配現在上面這個天氣 可能紫外線有點強 但是 體感的溫度呢 是蠻好的 環湖一圈大概是一公里的距離 實際走一圈 可以從不同的角度 欣賞整個七彩湖 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從我們停車的地方看七彩湖 感覺只有小小的一個 但是實際走到湖畔 你就會覺得 這湖其實蠻大的 走起來 也蠻放鬆的啦 沒什麼 那麼 我只能 經過 還會 開場 我 不是 我 從 你 我 可以 很 - 環湖一圈了 - 現在準備往上爬回去找珍珍 - 唉 - 有點抖啊 我想剛剛問那位山友的時候 我應該是問錯問題了 應該是要問他來回的路程的 因為對我來說 真正的問題不是往下切 而是要從七彩屋往上走回到停車的地方 我自己是覺得我走的真的很像山難啦 車學真的是太難走路了 加上途中還有高低落差比較大的石堆 往上走應該走了超過15分鐘 最後才回到停車的地方 - 怎麼樣 慘嗎 - 慘 - 爬上很慘對不對 - 爬上很慘耶 我覺得他那個什麼 高低落差真的太大了 - 對 最後一段 可是他路程雖然就是沒有很長 - 短短的 對 往上爬升 我真的很佩服昨天我們遇到那個徒步的 - 有點爛 他也跟我們說我們騎越野車上來很厲害 - 沒有沒有沒有 - 獨步走上來比較厲害 - 七彩湖的感覺蠻不一樣的 - 嗯 - 我們的帳篷 - 那我們現在呢 - 把整個營地全部都給他復原了 - 沒有任何一丁點的垃圾 - 非常的讚 - 拔完營 時間來到超過中午 - 我們也開始下山 - 這一次直到拔完營 - 我原本的心情還算是開心的 - 因為這一趟我們整整在單大林道裡面騎了兩天 - 很滿足阿 - 直到回到主線0K我才想起來 - 還有兩個坡要搞 - 騎到差點都忘了還有魔王等級的坡了 - 這樣還不算倒車吧 - 算不算不算 - 我還沒有放呢 - 掉掉掉 - 先讓他倒好了 - 蛤 - 好 - 天啊 - 好累喔 - 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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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搞完了這兩個坡終於阿 - 算是完成了這一趟三天兩夜的單大林道 - 回到南投前我們在地利村停了下來 - 在這裡的南盛商店買水喝 - 我們從七彩湖安全下莊來到了地利村了 - 那到了地利村呢第一件事情怎麼樣 - 我們來到了這個叫南盛商店 - 喔 - 這裡據說呢是地利村的這個百貨公司 - 我看你們Google評論上面是這樣 - 老師這樣講 - 這個是老闆的兒子對不對 - 老闆的兒子 - 怎麼稱呼 - 呃 劉 - 劉 - 他也有看我們頻道喔 - 所以大家如果來七彩湖的話 - 一定要來這邊消費一下 - 叫我阿澤叫 - 在地消費 - 阿澤啦阿澤 - 對啊在地消費 - 都會來啊 - 來這邊來這邊消費一下 - 這邊三線食材也有是不是 - 都有都有 - 三線食材也有 - 所以我們如果要煮火鍋什麼的 - 這邊也會有的 - 對對對對 - OK - 越人需要的能量補充全部都有 - 再 - 換你再來換你再來換你 - 好沒問題謝謝 - 謝謝謝謝 - 離開地利來到日月潭的時候 - 我的油表差不多還有兩格 - 還沒有開始閃燈 - 這一趟在林道裡面來回騎 - 其實差不多兩百公里 - 以拉力來說還算足夠 - 所以我覺得油量 - 只要在水裡出發的時候加滿 - 應該不會是太大的問題啦 - 這一趟去丹大 - 我們從水裡加油 - 然後出發丹大 - 再回到現在在日月潭加油 - 一共騎了兩百五十八 - 因為我們還在丹大離島裡面 - 就是走來走去 - 趴也才去 - 所以我覺得 - 非常夠啦好不好 - 所以騎拉力的朋友 - 所以不用擔心 - 那騎CIV50的朋友呢 - 其實也可以 - 不需要太擔心 - 因為正真的油量也是夠的 - 那300L的話呢 - 我就不確定了 - 反正拉力呢 - 絕對夠 - 正面繞來繞去的還有一格 - 讚啦 - 現在來把它歸零啦 - 現在來把它歸零啦 - 去完這趟三天兩夜的丹大離島之後 - 就如同我還沒去之前 - 每個人都跟我說一定要去一樣 - 現在我也想要跟還沒有去過的人說 - 丹大 - 真的非常值得一去 - 來回超過110公里的離島 - 真的可以騎得非常過癮 - 去完這趟之後 - 我也覺得這趟行程 - 選擇三天兩夜 - 是非常正確的 - 下次如果還要前往的話 - 我應該還是會同樣安排三天兩夜 - 順便去探訪另外一條直線 - 在不知道多久以前 - 這裡據說是兩族人之間的戰場 - 不知道過了多久以後 - 這裡成了人家口中的 - 高山明珠 - 無數旅人嚮往的地方 - 這趟三天兩夜的野營行程 - 始於海拔400公尺的地利村 - 我們沿著台16線一路深入 - 在穿越了濁水溪雨丹大溪的汇流處後 - 沖上這個刺激的校門口 - 進入林道之後 - 接近120公里的飛鋪撞路段 - 沿途的景觀 - 就像一幅大自然的畫卷 - 隨著海拔爬升 - 這一幅畫卷 - 也隨著路程 - 緩慢的展開 - 在我們準備出發的第三天清晨 - 陽光終於翻過了冷線 - 那金黃色晨曦出現的同時 - 月亮還在另外一邊的天空不願離去 - 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神秘的氣息 - 白晝與黑夜的交會 - 兩個世界的重疊 - 成就了我們這次旅程中壯美 - 同時熱淚盈眶的一段篇章 - 我對這裡最深刻的印象 - 就由此開始